当地时间6月9日 加州一名被困的风筝冲浪者 在海滩上用石头拼出救命字样后幸运获救 圣克鲁斯县官员称 该男子当天正在进行风筝冲浪 这是通过大型风筝带动冲浪者 在水面滑行的一项运动 由于突发情况 他不小心被困在四周都是悬崖的一个海滩上 他没有无线电或信号枪 于是学着影视剧里的场景 用海滩上的石头拼出了救命这个词 并真的被一架私人直升机看到 并呼叫了救援 视频显示 海滩位于高耸陡峭的悬崖底部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直升机 无法降落在海滩上 因此将一名急救人员送往该男子身边 给他绑上安全带 然后被飞机拉到悬崖上方救离 当局称 这名男子没有受伤 不需要任何医疗救治 不知道他被困了多久 就像我一样的内容 有问题 准备 未经级 未经级 物总共 在港 未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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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级